关于另类ETF投资 所说的就是非传统类ETF资金 要知道,事实上除了传统股票类ETF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ETF投资标的 而今天我们主要讲以下四种标的 债券类ETF,商品类ETF,杠杆类ETF,以及做空类ETF 债券ETF是一碗子债券 债券的本质是一种债务关系 债券人持有债券,按照约定的期限获得利息 并最终获得本金 在利率方面,自然是信用等级最高的机构 享有最低的借款利率 在任何国家,信用程度最高的自然是国债了 另外,债券作为市场上能够交易的品种 它的市价是会随时变化的 当债券被抛售的时候,价格下降 债息率就会增加 买债券ETF其实可以理解为 购买债券本身 因此,债息也是投资者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公司会通过ETF封鸿的方式 把相关利息结合市场情况 成本等进行计算 最后派发给投资人 我来举两只债券ETF的例子 对比一下 511-220以及511-010分别是海富通基金公司出品的上证可质押成投赞ETF和国泰基金公司出品的上证五年国债ETF 我们分别找到这两只ETF的首页 我们看到成投赞的ETF是成立于2014年 截至到今年第三季度的资产规模是23.88亿人民币 跟踪的标的是上证可质押成投赞指数 另一边五年国债ETF成立于2013年 三季度批雷的总规模是1.67亿人民币 跟踪标的是上证五年期国债指数 重点我们看一下分红与净值表现情况 先看成投赞ETF的分红情况 我们看到2015年3月以来 每个季度该ETF都会进行一次分红 到今天已经持续分红了15次 基本上分红的比例都是在每10份分到人民币15月 而对应的国债ETF一共分红过两次 分别是2013年5月31日和2015年10月8日 最后看净值表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只ETF的基金净值 都是平稳下上的 成投赞在2015年的时候净值 还只是在72到75元附近 而今已经达到94元以上了 净值一共增长了30% 而国债ETF同样是平稳下上的价格走势 从2015年的102到现在的115以上 涨幅13%左右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 我其实想跟各位投资者说明一点 债券ETF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文件的投资标题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它的作用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上上下震荡 走不出趋势的情况下 债券ETF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资金值 一方面非常灵活 如果哪天要在股市进货了 随时可以调动子弹 另一方面还能有不错的固定收益回报 并且这个回报是能够稳稳地跑赢余额宝收益的 上面提到的成投赞 ETF 今年以来的决定涨幅为6.55% 国债ETF是5.43% 面对今年雪淋淋的股市 是不是投资债券要踏实许多呢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商品类ETF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大宗商品指的是同质化和交易 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 比如原油 天然气 基础原材料 贵金属 有色金属 红产品 铁矿式等等 而投资商品类ETF 就是给那些不愿意承担期货高风险投资者 另一个标题作为选项 要知道大宗商品的价格 在整个经济周围里 有很强的波动性 如果能选对投资方向的话 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对于这些商品类ETF 我们平时新闻里耳熟能详的 就有在美国的黄金ETF 简称GLD 是全球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商品类ETF之一 后面 我们来了解两个ETF品种 分别是做空ETF和杠杆ETF 这两个品种想中到什么程度呢 想中到我们国内还没有相应的产品 只有美国有做空 顾名思义就是买跌 只有当你选中的标的下跌了 你才挣钱 我们说一下杠杆ETF 杠杆类ETF 是针对其挂钩的投资标的 比如标普500指数 近身成倍数的每日涨幅放大 通常是两倍或者三倍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杠杆ETF放大的波动 一定只针对当天其作用 而并非一个时间段 感谢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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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